这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总统府 被锁定攻击的一个目标 虽然说这里头好像以行为 有没有以行为在掩饰 背后国安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你说这可能精神病的啦 问路的啦 这是吸毒的啦 这是对社会不满啦 然后呢 这个是中科院 中科院是个非但研究的重症 中科院的酒棚基地 你记得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报导过 就是说他疑似有匪谍潜入这个基地外 去探寻 然后好像疑似是不是要情思都被逮捕 可是上个月又出现了 画面当中两名的窃贼 同一个营区说盗检的电缆线 基地因此有断电三十分钟 那后来他们说 这两名嫌犯就说 是毒虫啦 我缺钱用啦 杨老师 刚刚特别提到 这些有可能 因为以他的行为去延续 真的背后国安的层级问题 总统府突然之间如此的频繁 这样的一个状况 杨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看 对于这个七月份有人丢十块铁锤 到了八月份有人用五十刀 攻击总统府到九月份 刚才我们所说的 今天用镰刀来这个来骚扰 我觉得现在扩大中总统府周边的巡逻 的范围的范围 那而且增设景观围离等等等等的新的措施 我觉得已经达到一定的效果 那可是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上来看 因为这种是属于小型的 我必须说对于一个行政中枢 对于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首长的所在地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大概都不会容许 大概众生都不会像我们总统府一样 其实是比较短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是有关单位 特别是国安单位要考虑 把这个巡逻的范围 交通的这个管制的范围 更做一些调整 可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 我用骚扰来讲 就对总统府周边的骚扰 这种其实不论它的原因 是因为有前科有精神状况的异常 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国安问题 国安的问题重点在于 是不是有恐攻的可能 有计划的 乔装混入的问题 这个才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行政首长所在地 那所要防备的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像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来 周边有喝醉酒的 有吸毒的 有精神异常的人来骚扰总统府 因为那个地方是中枢所在 这个已经有一个一定的SOP 而且它的众生都足以来解决 及时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于现在 像上次还有宪兵受伤 这一次连宪兵都没有人受伤 都能够加以解决 所以这个都不是大的问题 我觉得因为这些问题 我才觉得 这个我们台湾是处在一个有敌意国家的对面 而且是有渗透 有内部第五众队的可能性的国家 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防 因为次数 这种案件多了以后 它自然有其他设计 有计划的混入 不是一人的 不是两人的 可以是多人的 对总统府的攻击 或者对总统府的一个侵入 或者是混入 这一方面我都觉得 有关单位应该更重视 将像现在的维安 好像把它当作 以防止骚扰为主的维安 比如说扩大景观围离等等等等的 做另外一种层次的 这个安全的一个设计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是真的有计划性的测试 去搜集资料 说真的 启动恐攻或斩守行动 不需要军队攻进来 就像刚刚王定理讲出 一个非常关键性的 勤搜test 不断地测试测试 我现在测试 我可以闯入到底到哪一关 第一个关卡 第一道防务线破了 我可以闯入到第二关 它不断地测试 也许测试勤搜完毕之后 是不是启动某一个 政治性的一个行动 是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频率高到 令你难以理解 而现在好像都说 吸毒啦 偷窃啦 这些罪去移送 所以呢 比如说 好 这是今天的说 假装问路 问路问到总统府 你会感觉 没感觉奇怪 然后呢 这些人在做这些行动之后呢 背后的动机 是不是已经都想好了 比如说 现在你以他背后的动机 去移送 会不会忽略的背后 可能涉及到的国安问题 这是在今年的7月26号 这一个呢 闯总统府攻击宪兵的人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还讲说 我想让林志玲 张军令当王妃 OK 形诉他 就是 修斗修斗 是不是这样子 精神异常 然后呢 这里头呢 今年的6月21号呢 我们看到呢 这是吕军裕 因为吕军裕是去年8月 到国军历史博物馆 偷走了号称 南京大屠杀的 百人斩的日本军刀 结果闯入总统府之后 想要升旗 五星旗 然后砍杀 周姓宪兵的右锦之后 落网 他还 检方控诉说 他的绝笔性 指称 要杀蔡英文总统 种种的这些报道里头 形塑的是什么 这些人 恐怕 很难提升到国安层级吗 都不是匪谍吗 都不是间谍吗 所以建一兄我想请教 真的是有计划性的恐攻 或斩首行动 他会告诉你 我就是匪谍 我就是间谍吗 测试的过程当中 从过去密集性 有没有看到 什么样的防护线 真的是被攻破了吗 来 建一兄怎么样看 这样一个发展 其实这个整件事情 看起来也在台北市发生 台北市其实的人口数 也比例蛮高的 如果说今天这个攻击 到底它真正的原意是什么 但它凸显了一个大问题 好像我们台湾 只要任何人夹带的说 我精神上有问题 我酗酒 可能是我有吸毒的前科 或是治安人口 我每个人进去都有正当的理由 那这个理由到底够不够正当 好是他们一个借口 一个推托支持 以台北市来讲 这种事情不能再一而再 再而三来发生 是不是要重逞 严惩 不然的话 每个人只要说 我要是喝了酒 我就说借酒装疯 我身上放了两包安非他命 就说好像是我吸毒 这样好像让他有更正当性的去做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 我们的国安包括我们的警察 那当然以总统府来讲 之前是用宪兵来做一个为安 现在用特勤单位 事实上是有在重视这个部分 不过我觉得如果有心人士真的要做的话 应该啦 一步一步慢慢的做 而且刚开始做到最后面 好像又变成狼来的故事 一概两概三概 这个没什么没什么 到最后面 是不是哪一天突然间 重炮一击的时候 那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我是觉得国安单位 应该要好好的去了解清楚 是 好 又非常巧合的是 一步大哥在九合一大选来临之前 我们看到所公布的一个消息 是在8月23号 等于是在两周之前 成功拦截了有强力杀伤力的 非法枪械在关口 同时由航警局后续侦办追查之后 发现在苗栗逮捕了这名男子 因为他们所查获是两把突击枪 除了强大的杀伤力之外 一把还配备有这种灭音器的装置 突击枪子弹168 在国外很多的持枪扫射 包括公共场所 都是类似的枪种 嫌犯的进口意图不明 现在锁定幕后主嫌犯 还在追查当中 这是8月23号 所以现在整体的情势里头 真的是一个国安必须要 面对的一个情形 那一步大哥 我觉得一件事 总统府如果被冲装 不管是什么的判定 不管你是喝醉酒 你是什么 那绝对都是国安问题 因为它是总统府所在地 它绝对是个国安问题 包括到国安局里面的特勤 什么等等 它都会启动 那绝对是个国安问题 这毫无疑问 只是这背后是否 就像刚才定预委员 或者他们想的 背后是不是另有动机的问题 它绝对是一个国安问题 那刚才讲到突击枪 各位记得那个明星的儿子 为什么会被这么严重的被抓去 就是他买了突击枪的子弹 跟脚架在配 敌印的儿子 对 你看最近美国各学校的枪杀案 几乎都是出自于突击枪 突击枪 其实它突击枪的原型 基本上是军方的突击枪改造过来 M16的商用版 还有有的突击枪 是仿AK-47的一个改造版 所以它的火力是非常强大 所以当国内出现突击枪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要稍微谨慎一点了 这个并不是一般手枪等等 它的火力强大跟远距离扫射 所以你如果说我们的治安跟国安联合起来看 我觉得某一种层面上面来说 如果说你进口的这么火力强大的枪支 如果你用在 你用在一般 你倒上火瓶你死了就刷了 但是如果你是用在闯总统府 它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 当然我们刚才一直在谈 那个总统府的众生等等 当然就是说 其实总统府里面的外围你看过去 其实好像很一般 其实它特定上面的玻璃是防弹玻璃 那就维护几个很重要的都是防弹玻璃 但是我会觉得因为众生不够生 你所有的防范的措施要稍微更强一点 因为你不够强 所有很多的武器是可以直接穿透 这是最危险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总统府如果花点预算 像今年编列了一千多万要去改善 它是周边警官的改善 当然是要掩饰掩护 就不能你随便就像上次拿的武士刀 跳进来就跳进来 但是如果你面临到一波一波现在持刀 未来如果是持枪呢 未来要什么 最近为什么一直会发生这种事我也蛮纳闷的 因为我们的博爱特区 博爱特区不是总统府那一块 整个博爱特区 如果博爱特区任何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比如枪击案 比如什么 第一时间都要回报到总统府 都要回报到总统府 所以总统府在博爱特区里面的管控 不是只有他那一块 是左右的博爱区 只要发生重大案件 枪击案杀人什么 第一时间都是一定要层层上报到总统府知道 国安单位里面负责总统府的都要知道哪里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 他们都要严密的掌控 否则你发生枪击案的时候 这个人到底往哪里跑干什么 你只要一回报 他总统府就要启动机制 完全要防止 万一是枪击案往总统府这边移动 那我现在是比较难 就是说我们的便衣哨的训练是不是不太足 就我们的内围是换上了特勤服装 里面也有特勤队的资源 他强化了 但是我们外围的便衣哨的训练 是否对异常人员的警觉性 或是是不是提高了 还是用一般只是服役的宪兵叫来 就摆在外面 以前都是宪兵吧 现在都职业的 对职业 但是他训练够不够 还有他的外围的密度够不够 你发现异常的人的时候 就应该要趋近了 所以当你的车子一进来的时候 接近的时候 他那个外围宪兵马上 车子就打开来看那个车牌 对 有约的车牌 然后接下来 下来的时候 他跟你确认身份 OK了以后 他才会指引你车子到哪里 然后再叫你从哪一个门进去登陆 开始登陆说 我叫什么名字 我是来约谁的 登陆完了以后 有些时候还要楼上的人派人下来接你 你还不是说 秘书长办公室在三楼 你自己上去 不是 他要派人下来接你 没有开车呢 没有开车 他也是告诉你 你从哪一边进来 到最后他会核对你身份 是否有约 他都有登陆 他要核对你的身份 是 你有约 然后他会告诉你 你到哪一个地方进去登陆 那我想请教 如果说硬闯进去之后 你登陆之后 我没有开车 硬闯之后 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防护关卡 他都不会让你进去 第一关他就不让你进去 第一个门就进不去了 所有只要总统副总统在场的警察 宪兵特勤人员警卫连 通通属国安特勤指挥 没有再分原来单位了 所以从最外面的警察 到我们总统府前面 看到那个穿便衣的 那个便衣看起来就像制服的 那个宪兵营 到内卫到里面 他全部都是国安特勤在指挥 他是一条边下来指挥的 总统在哪里 这个指挥系统就在哪里 第二个 所有到总统府的访客 一定是事先掌握 那游客是另外一条动线 那第三个就是说 好 硬闯 就像上次拿50套硬闯 你一定会碰到外面 第一圈的警察 跟这个宪兵 真正的危机 或者我们真正要指责 这套预防系统没有效的是 如果闯进门里面去的时候 那就表示外面的部署失效了 失效 失败 目前为止零 不可能 拿卡车撞都进不到门里面去 上次有个卡车撞进去 下来就往里面冲 进不去 那现在是为了防止 它真的冲进去 所以增加了所谓的 众生的防卫性的设施 花台等等 所以这一套防御 在目前为止 当然是有效 可是我刚才一直要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你面对的是军事动作 这整个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scenario 你面对军事动作 我也更糟糕 又有内印 一印外合了 那个美国电影都演过很多嘛 当然我就说 军事动作 包含了 我们讲第五纵队 这就叫军事动作 它事前的测试 就会引用为攻击的指导方针 拿回拟定攻击计划 从你最弱的地方打进去 这个部分是国安特勤中心 常常在演练 而且博爱特区要保护的 不是只有总统府 那个区域内里面 区域内 一福讲了一个内行的话 博爱特区有枪声是新闻 它是大新闻 大新闻 就那边怎么可以发生枪击案 你要检讨整个流程动线 所以那一块 我觉得我们台湾 民主和平成平的指寄 这一套的部分是OK 但是中国现在就我们看到 我千万能跟美方的 专门在研究中国军改的 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示警 就是中国的军改 看起来很乱 他们叫demonish 就把原来的东西 都把它毁掉重新来 看起来习近平跟江泽民 会这样在斗争等等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台湾一定要注意的 他把攻击的对象的优先顺序 全部把到台海的对面 以前还有俄罗斯 以前还有印度 以前还有越南 以前还有其他的北韩等等 可是他这一次的军改 他把整个优先顺序 如果放在台海对面的话 我们有信心保护自己 但是一定要注意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拥有庞大资源的峰子国家